关木村著名歌唱家关木村曾有无数代表作品 打起手骨唱起歌,住酒歌,土鲁番都葡萄熟了,一只难忘的歌 《假如你要认识我》,《月光下的凤伟竹》等等,都是几代人的记忆之声 打起手骨唱起歌被莫文蔚翻唱后,激发了年轻一代人的怀旧热潮 其实关木村在八十年代的地位,并不低于现在的莫文蔚 而他的老师师光男,也可以说是八十年代的李宗盛 关木村是新时期第一位出演电影的歌星 1983年出演了电影《海上声名略》 1984年,他获得了央视首届清歌赛影奖 关木村曾在天津的工厂干过青年车工 工厂的他的根,对他的人生关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木村和母亲在天津 关木村1953年生于河南新乡 他出生的时候,父亲母亲都在北京建工部机关工作 后来调到天津,五六岁时 关木村随父母,哥哥,弟弟一起来到天津便居 关木村的妈妈生于天津一个大户人家 那时候关木村的舅舅住在河北区兴龙街 离民主剧场不远的一处小洋楼里 关木村一家人来天津后就住在舅舅家 舅舅家的孩子,他的表姐,姚妹全都爱唱歌 小孩们一有空就在家关上门演节目 关木村的妈妈在天津有一帮闺蜜 妈妈经常带着关木村去姐妹家 有位邓小姨家在雀业场后面长春道上 一座灰色的小洋楼 他家地方大,有钢琴 大家开party唱儿歌跳舞 大家都夸小村唱得真好 关木村在少年宫合唱团 关木村在舅舅家门口的新龙街小学上学 去东马路上的是少年宫 参加小红花合唱团的活动 学校里每个班五个中队委 每人有一张少年宫的借书证 关木村是组织委员 每星期小红花合唱团活动完 就顺便到图书馆借书 下次来活动时再还 关木村还经常去海河金汤桥底下练歌 十岁时 关木村的妈妈患病去世 后来父亲辗转调到山西之园三线建设 哥哥上山下乡 家里只剩下他和比他小两岁的弟弟 两个十几岁的孩子 用捡来的梅胡点炉子 用捡来的白菜帮剁碎了包棒子面菜团子 吃了不少苦 受了不少罪 关木村在宣传队后来 关木村分配工作进了工厂当车工 开始在小王庄的钢错厂 后来到第八机床厂 都是干车工 那时候刘成当工人算是不错的 他当了七年工人 三班导 上夜班 每周只有一天工修 工厂开大会 大家都知道关木村会唱歌 就让他在大车间里给师傅们唱歌 在工厂加班夜站 干完了活 他也给大家唱歌 给大家鼓鼓劲 提提神 师傅们不管多忙多累 一听关木村唱歌 就特别高兴 1976年避震过后 工人们自己家里都顾不上 都是常理抢险 关木村跑了这个车间 跑那个车间 给工人师傅们唱歌 关木村回到车间 机床厂属于天津市一机局 局里每年都搞职工 文艺调演 调关木村去演出 在一机局业余宣传队演出 关木村上台没有步返场的时候 别人唱两首他最少唱四首 那时候条件很艰苦 两辆卡车对在一起就是舞台 上面用电线吊一个灯泡就是灯光 但是所有人的感情都发自内心 特别真挚 演出之后 关木村一天也不休息 马上回来干活儿 把耽误的时间都抢回来 把落下的火补回来 所以工人师傅们对关木村都特别好 觉得他朴实 一点也不偷懒 对他的感情特别深 后来关木村都调到条件歌舞剧院了 赶上全国第一次普条公司 常理愣是给他叫回去 要给他涨一级工资 他不好意思占人家名额 但老的少的同事一大帮人到他家去给他做动员 非给他涨工资 关木村和施工男 后来关木村每次带回工厂 工人们都特别激动 说小官玩没变 还那样 还是多年以前的样子 在关木村看来 工人师傅们都很客观 很简单 没有任何偏见 好就是好 不好就说不好 没有假话 一直到现在 关木村的性格还是在工厂里 和师傅在一起时的那种性格 率真 为人以诚相待 看见不公平的事就想管管 他和工人师傅们每年都聚会 他很珍惜这份感情 认为对他来说这是一种营养 直到今天 关木村睡觉做梦时 还常常分不清自己是在工厂还是在哪里 关木村主演电影《海上声明月》 七十年代末 时光男写完打起手骨唱铁歌 请辞作家韩伟帮忙物色一个适合唱这首歌的中音歌手 韩伟在一机局业余宣传队找到关木村 带他去见师光男 关木村幸运良师 师光男也遇到了一位非凡的歌手 关木村在工厂的时候 是先进工作者 得过新长征突击手标兵 就因为这个 师光男特意给他谱写了 假如你要认识我 后来又有了图鲁番的葡萄熟了 月光下的凤伟竹 筑酒歌等一系列为美动听的歌曲 给听众带来深深感动 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之音 关木村和沈湘师光男的一项重要的艺术创作实践 就是民族歌曲艺术化 艺术歌曲民族化 这也是关木村一贯的艺术追求 他的歌把美声 民族 偷俗唱法融合在一起 特别受欢迎 后来关木村考入中央音乐学院 跟沈湘老师学习 师光男老师特意去找沈湘老师 根据关木村的特点量体裁衣 研究出一套教学的方案 关木村觉得 唱歌要向倾诉 要给人亲切感 让人觉得你的歌声是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 这和一个歌手长期的音乐修养 人生体会和感动之心都有关联 唱歌能让人心情愚略 气息调整好 心态也会跟着好起来 心态好身体就会健康 身体好反过来坊子就会更好 关木村和父亲关木村一直没脱离天津这个根 当年不被文公团要他 东方歌舞团的王坤老师也要他 天津不放 后来上中央音乐学院 毕业后中央乐团的指挥家严良坤找他说 我们缺女中英 算我们这来吧 关木村还是没同意 他说必须回天津 那时候也没有合同 就是口头承诺 因为条件歌舞剧院培养了他 他得回来 所以他一直在天津工作到退休 关木村忘不了自己是从底层起来的 小时候受过很多苦 所以特别能理解贫困人群 总想帮助他们 前些年 他在北京环柔以北的三叉沟资助了26个孩子 每年6000元钱 给了5年 这些钱分到每个人头上并不多 但是够孩子们交学校的住宿费的 现在孩子们有的大学都毕业了 有的考上了首都医科大学 关木村感到很欣慰 闻何玉新关木村和资助的孩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